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书家或赢家 网路上有一篇文章 说到一对年轻的夫妇 在为着添购新家具的事情 而闹得别扭 女的口才犀利 男的刚义木纳 过没多久 做老公的就已经处在 挨哄的态势 就在两人筋疲力尽 说不出话来的时候 先生突然开口 对所爱的老婆说 就算你讲的全都对 但为了便赢我而毁掉 一整个晚上的气氛 值得吗 虽然只是短短的几个字 但却很值得 这个总是要赢的世代来省思 有一句名言说道 有时候您赢了 但其实你输了 有时候赢了面子 但其实是输了感情 有时候赢了口舌 但其实输了形象 有时候赢了好处 但其实输了 但其实输了友谊 文章接着说 这世界上有四种人 第一种人 没有立场 不讲道理 态度也不好 是彻底的可怜人 因为他们将义无所有 而第二种人 没有立场 不讲道理 态度却很好 他们是认好人 第三种人 有自己的规则 也很会讲理 但表达方式却很冲 是横冲直撞的机器人 虽然逻辑无碍 却不懂得与人相处的艺术 而第四种人 很有立场 很讲道理 沟通方式也很温和 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因为他们就是像天使一般 而在这个世界上 唯有成为第四种人 才会是一个真正的赢家 亲爱的朋友 你也常常赢了 却感觉像是输了吗 好胜并非坏事 但若为了赢过别人 而失去关系 为了赢得好处 而输了友谊 那真是一件得不赏失的事 如同文章所说 想要真的成为赢家 我们不但要有理 更要用柔和的态度 与人沟通 如此不但站得住脚 更能赢得好关系 在圣经上也教导 我们要努力去经营建立 并看重与人的关系 然后我们要如何与人 发展建立更好的关系 在圣经上有一句话说 你们愿意人怎么带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带人呢 这是因为当我们满足了他人的需要 上帝也会满足我们的需要 我们让别人快乐 上帝也会确保我们快乐 所以我们要常常寻找机会 对别人好 亲爱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学习爱人如己吧 待人处事当然应该要距离 但却不一定要脸红脖子粗的 在那里力争 只要将彼此的立场对掉 你一定也希望对方用 仁慈温柔的方式来应对 因此我们也就要如此的 用仁慈温柔的方式来对待他人 而我也相信 当你这么做的时候 你不但不会输掉些什么 反而可以赢得更多 你可以赢得他人的爱戴与敬重 而更重要的是 可以赢得上帝的祝福 因此今天让我们都成为 很有立场 很讲道理 沟通方式也很温和的 可爱的人吧 只要我们有这样的心智 上帝一定会吃给你 满满的爱与温柔 使你成为人见人爱的大赢家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 何而为一的心 亲爱的朋友 如果您喜欢这支影片 邀请您于YouTube频道搜寻 心灵蜜豆奶 并按下订阅 领受更多祝福和生活的智慧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为主持的 早安EZ GO直播 欢宇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 联合播出 夏凯纳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